字幕作词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 Coach 今集题目是持续视觉和听觉处理 这是学习和生活技能的第三集 有一種比較嚴重的學習障礙就是缺乏持續視覺和聽覺處理的能力 這種學生並不是混有障礙發白任夢 而是他們缺乏將收集到的視覺和聽覺信息處理成為有意義的概念 所以聽完看完仍然是不能理解、不能消化 今集我們就看看問題出在哪裡和如何矯正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Coach教育頻道請你幫忙立即按訂閱、點讚和發表評論 以幫助這個頻道維持發展 多謝你的支持 有些學生還在上課時兩眼發光 好像只有一副驅殼坐在課室裏 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原因是視覺和聽覺信息沒有經過大佬很精密地處理 所以他們聽不明白、看不明白 他們只希望很快地能夠度過那一堂 盡快離開課室 結果學習不到新的知識 唯有用死背書的方法 希望在測驗或考試時遇到某些題目 可以背出來就能夠取得分 有時就讓他們僅僅合格 但有時遇到測試真正要理解和運用思考 自己深入地去理解和組織過表達的題目 就會無能為力 他們會覺得自己已經勤力了、盡了責任去溫習 其實他們只是死背不記 那為什麼仍然成績不理想呢? 其實就是他們的學習能力越來越低 成績越來越跟不上 他們只望畢業、從此離開校園 相信這樣的例子是極為普遍 實在是很不幸的 為大家解釋這些學生究竟的問題在哪裡? 他們缺乏了很重要的一個 叫做持續視覺和持續聽覺處理 從此以往影響學習能力以至認知能力都會變為低落 首先我們要理解什麼是持續視覺和持續聽覺處理 Continuous Auditory and Continuous Visual Processing 這是長時間接收、演繹和整合聽覺視覺信息 持續性就是關鍵 短暫的注意力不能產生作用 持續性就是需要半小時甚至幾小時 這是認知過程基本的能力 為什麼是認知過程必須的能力? 在大腦的感知Sensory的過程 需要演繹和理解來自環境收集到的觀感訊息 這個過程是要驗證這個信息 根據背景和過往自己的經驗 來分析觀感訊息 重組從而創造有意義的體驗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就是因為沒有聽到沒有看清楚 大腦未能處理分析 這些接收到的視覺和聽覺信息 所以沒有什麼反應 Coach發現很多學習能力低的學生 他們只會重複你所說的句子 他們是不能夠演繹 不能夠自己去解釋 或者重組 也都不會發問的 這個就是looking without seeing 或者是listening without hearing 因為這個sensation 是without perception 即是說有正常運作的硬件 例如耳朵、眼睛等 但就沒有軟件去處理 當然吸收不到新的知識 持續聽覺處理 就是實時地很主動地去聽 去解碼和理解一些口語、聲音 或者音調的變化 並不是短短的片段 而是長時間的持續處理 需要用到持續處理的情況很多 好像聽別人演講 辯論有些人交談 或者有小組討論 我們都能夠作出回應 和跟進去參與 持續視覺處理 就是實時涉及視覺的感知 模式的識別 和視覺的刺激 和現有的知識去整合等等的能力 並非短短的片段 而是長時間的持續處理 那麼聽覺處理的過程是怎樣呢? 很多時候教科書所教授關於聽覺的內容 涉及耳朵接收和分析的聲波 就像左下圖一樣 其實接下來要經大腦傳送的步驟 是更為重要的 以我接收了訊息之後 透過聽覺的神經傳到腦幹 再傳到聽覺的皮層 大腦隨後解釋聲音 以創造各種功能 例如語言的知覺、音樂知覺和聲音定位 這些過程是涉及不同部位的大腦之間的複雜互動 包括Temporal和Frontal Loops 去解釋環境之中的聲音 所以聽而不聞 在腦部分析聽覺的資訊並不理想 同樣地中學時期的課程 很多受關於視覺處理 亦是範疇比較表面化 大部分講述眼睛處理視覺的資訊 例如左下圖一樣 視覺處理當然是有眼睛去偵察到一些光變動時 將訊息沿著視覺神經傳到大腦中的視覺皮層 Auditory Cortex 然後大腦解讀這些訊息、圖形、顏色、texture 即是文理、動態、形狀等等 隨後加入其他觀感輸入 將過去的經驗集成了創建引導行為和決策的視覺感知 所以視不見有耳朵 但是腦部分析視覺資訊並不理想 持續的聽覺處理技能 對於積極聆聽、理解講座 和遵從指示是很重要的 持續的視覺處理有助閱讀理解 解釋視覺輔助工具和在課本中吸收訊息 如何幫助提升持續的聽覺處理技巧呢? 第一就是積極地去傾聽 這個是要練習的 Active Listening 第二個是增強聽覺的辨別能力 Discrimination 第三是培養聽力的能耐 要長時間一點的專注 第四就是利用多觀感的技術 通過不同的視覺資源去刺激幫助你 如何可以練習積極傾聽 Active Listening 在上課聽演講的時候 和在交談的時候 都要保持注意力集中 做詳細筆記 一邊聽一邊寫總結要點 加深理解 一邊聽一邊在組織 通過提問和參與討論 就可以很積極地一邊去組織 一邊去講 增強聽覺辨別能力 就是要收聽各種類型的音頻內容 例如Podcast Audio Books The Lecture 訓練聽聲音 沒有畫面的一種聽覺 可以玩一些音頻的遊戲 關於音樂或者字句的 要用到你的聽力 這些都是一些有趣味性的訓練 如何可以培養聽力的耐力 通過更長的講座 和聽更長的音頻資料 逐漸增加你的注意力 盡量減少干擾 創造一個能夠有利於專注傾聽的環境 利用多觀感的技術 通過看不同的教育視頻 參加現場演講 互相學習的資源 結合互動 不同的聽覺和視覺的刺激 有時看字幕的視頻 都有用的 因為你可以通過視覺 來加強聽覺的理解 怎樣可以增進持續視覺的處理 第一是利用視覺筆記 第二是參與視覺學習資源 第四去練習可視化visualization 第四去實施空間組織的技術 我們現在逐樣看看 第一個利用視覺筆記 就是上次用不同的方法 去直觀地表示一些訊息 例如你組織到的草圖筆記 思維的視覺圖 或者流程的 flowchart Sketch notes Mind map等等 利用顏色符號圖像 去增強聯想和記憶力 第二可以嘗試充分地利用視覺的學習資源 瀏覽一些視覺吸引的圖表 Infographics Coach曾經教過一課 Neuroscience 為了吸引學生 那課裡佔的評分最重的功課 就是要製作一些訊息圖像 Infographics 來做他們的report 在group presentation的時候 同學都比平日更加專注 去聽其他組分享他們的成果 我們也將最高水平的幾組同學 Infographics在校園裡 用剪板作為擺設 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 這個功課 就是證明學生是對圖像較容易理解的 所以有些插圖和訊息圖表在一些教育的網站 或者平台或者教科書 都是一些很有趣味的學習工具 那你應該嘗試找一下你自己專門的學習領域 那裏有哪裏有些豐富的視覺資源 去幫助你增進理解 第三是學習visualization 你可以閉上眼 用腦海裡用想像的過程 加強學習和記憶 創建這些心理的圖像 或者心理的電影 mind movies 或者mental picture 是幫助你考試 或者你要去做presentation 或者演出的時候 去回憶一些信息 去重組 這是很重要的分裂 實施一些空間組織的技術 spatial organization 利用一些數字 圖像 去安排你的學習材料和筆記 利用空間的一些記憶法 一些軌跡 可以將你學習的訊息去定位 和看一下不同的對象 有什麼關聯的地方 其中為你介紹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首先就是演奏樂器 演奏人需要持續細心聆聽 調教他出來的聲音效果 另外如果他一邊看譜 他也要持續去處理視覺 因為他要去理解樂譜 一些抽象符號的意義和提示 他用了三個區域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Auditory Cortex 聽覺皮層 聽覺輸入之後 他可以聆聽音樂的特性和監察 不同的聲音環境 在腦袋的後面 就是visual cortex 視覺皮層 將視覺輸入之後 能夠閱讀樂譜 觀察指揮 和其他演奏者互動的地方 但是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Phthelemus 是一個感覺的中轉站 接收視覺聽覺輸入的訊息 將它們傳送到大腦皮層 進行處理 幫助調節音的準確 快慢各樣的訊號 整合了 究竟指揮 給你有什麼提示 以及聽到其他演奏者 大家如何調教 這些決定都是由Phthelemus 將它們混合之後 再輸送去 主要是frontal cortex 和motor cortex 去調教造成的 所以學習樂器 是最佳訓練持續視覺 和聽覺處理的方法 在這裡我不再做 詳細的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看一個 4分多鐘長的 TED-Ed animation 很精彩的 因為它是深入淺出的 去解釋 在YouTube那裡 你只要搜尋 How playing an instrument Benefits your brain 這樣就會看到 這個很有趣的Animation 持續視覺和持續聽覺處理 的收放自如 就是專注力處理之中 最具影響學習的一環 很多家長都經常說 自己的子女缺乏專注力 好像認定了他們 是有些先天不足 需要給予更多的空間和體量 究竟他們是否真的專注力弱呢? 若說有時甚至有意無意之間 這些家長都抱怨其他 專注力正常的孩子 他們擁有天父是很僥倖的 那你就要看看 你的子女打遊戲機的時候 他們的專注力又如何呢? 是否可以廢寢忘餐幾小時一直打下去 或是他的子女一意孤行 有選擇性地關注某些東西 而是忽略其他東西呢? 希望今集有助大家了解到 專注力是需要訓練的一種 認知功能 而且 Use it or lose it 我們的大腦功能 是需要常常去練習 去運用的 有部份的學生是因為 沒有接受過訓練專注力 也沒有被要求過 要去練習專注 所以在這方面的功能 是完全崩潰的 因為沒有持續視覺和聽覺處理的技巧 結果是變為沒有學習能力 這是最不幸的 多謝各位收看今集 希望能夠幫助到你訓練 持續視覺和聽覺處理 這個重要的學習技能 如果你還未訂閱Coach教育頻道 請你幫忙立刻按訂閱、點讚和發表評論 以幫助這個頻道能夠持續發展 多謝你的支持 主題幫助理 記憶 大家好 我是Coach 因應有周 cuach 請我多做一些關於讀意能力 的內容 所以今集的題目便是 掌握求學及求生終極的技能 質疑思維 我在想什麼叫學習技能才是最重要的呢? 個人認為第一個是語文能力 因為思考的載體是語文 語文是思維和認知發展的重要工具 所以有優良的語文能力 就是學習的第一條件 第二個重要 就是提問或質疑 questioning 不懂得發問 甚至覺得沒問題的 就是你最大的問題 這個亦曾經是Coach的弱點和困惑 所以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學習 究竟怎樣去發問 最終發現原來是要建立一個有質疑的思維 原因就是問題的所在 並不是技巧是心態 如果你還未訂閱Coach教育頻道的話 請你幫忙立刻按訂閱、點讚和發表評論 以幫助我們這個頻道維持繼續的發展 多謝你支持 學習是以問題開始和結束的 永遠都是 如果沒有疑問 如果沒有疑問 怎麼會有求知呢? 知道之後以為已經 再沒有其他疑問 那就是說你知道的並不是太多 或者是無知 知道之後應該會有更多的問題 這個才是證明你學了東西 有得著 因為舊的問題解決了 就應該有更加深層次的新的問題湧現 這樣才是叫做有進步的學習 今集的內容有 為甚麼質疑是終極學習的技能呢? 甚麼是一些很初級的查詢? 六種蘇格拉底的問題 蘇格拉底方法的應用 最後是怎樣去提問 蘇格拉底說過 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我了 但是人類最優秀的表現形式 是對自己和其他人提出質疑 他也認為 未經審視過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 即是說如果生活是沒有理性 是不值得活下去的 愛因斯坦曾經有這樣說過的 他說如果他有一個小事 去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對於自己是生死有關的 他就會花55分鐘 去想一下究竟這個問題應該是甚麼 如果他找到的問題確定了之後 他就會很快5分鐘內 就會找到答案的了 其實他這一番話就是正是說 要找到解決方案 最重要是找到怎樣去發問 這個是一個有批判性的思維 才可以能夠分析到 找到真正的答案的 那為何問問題是一個有效的學習技巧的 為何不是留心上課 努力做功課 有溫習就夠了嗎 因為提問可以達到以下的學習目標的 可以鼓勵到你積極去參與 增強理解力 促進批判性思維 加深對那個材料的接觸 以及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如果缺乏了以上學習的程序 你必然落後 花更多時間去溫習或者做功課 都仍然只是得過且過 並不會將你變為一個領先的學生的 因為你是沒有積極去參與學習 只是吸收一些二手的知識 或者是作為一位被動的觀眾去學習 那到底怎樣提問呢 很多人都聽過這個5W 其實是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這只是最基礎的適合初級小學生去學習 常見我們說社交媒體的新手檔 的Mentality就是這樣 我去哪裏買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什麼多少錢 那裏申請要多久 因為這些是不經大腦去徵求的資料 其實所有這些表面的資料 都會在Google找到 但他不懂得用 又或者他按兩按 他是不想閱讀 又或者他看完自己都看不明白 所以索性在空氣發問 大家會不會覺得我這樣說話很涼薄呢 這5W有什麼奧秘有什麼魔力 何足掛齒 值得學習的 是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Socratic Questions 有6個 第一個是Clarification Questions 澄清問題 理定思維 例如 Can you give more details? What do you mean by? How does it relate to? Can you simplify that? What assumptions underlie your statement? 即是說 你可以提供多些細節嗎? 這是什麼意思呢? 跟另外一個概念相比有什麼關係呢? 你能不能夠簡化一下說明呢? 你的陳述是基於什麼假設呢? 第二個是Assumptions Questions 挑戰假設的問題 例如 What assumptions underlie your argument? Why do you believe it? What if we challenge that assumption? Any implicit assumptions to address? How would it look with different assumptions? 你的論點是基於什麼假設呢? 你為什麼相信這件事呢? 如果我們挑戰這個假設怎樣呢? 有什麼陷藏在背後的假設需要解決呢? 如果我們用了一個不同的假設 這件事情會發展成怎樣呢? 第三個是Probing Questions 探索性的問題 What evidence supports your claim? How did you reach that conclusion?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your solutions? Have you considered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What ar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arguments? 有什麼證據支持你的講法呢? 為什麼你想出這個結論呢? 你的解決方案意味著有什麼呢? 你有考慮過其他觀點嗎? 你的論點和優點和缺點在哪兒呢? 第四類的問題是 Implication and consequences questions 即是含意和後果的問題 How are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How does this decision impact others? What are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What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may arise? Does this action align with our goals and values? 這個有什麼長遠的後果呢? 這個決定會對其他人有什麼影響呢? 有沒有一些倫理的意義在裡面呢? 可能會有些造成一些什麼意想不到的後果呢? 這個行動符不符合我們的目標和價值觀呢? 第五類問題是 Viewpoint and perspective questions 觀點和角度的問題 How might others see this issue differently? What are the opposing arguments? How might different cultures view this issue? What assumptions shapes your viewpoint? How does history impac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is? 其他人會覺得這個問題是怎樣看法呢? 如果是反對的論點會是怎樣? 不同的文化會怎樣看你的問題呢? 是什麼假設塑造你這個觀點呢? 歷史會不會影響了我們有不同的觀點呢? 第六個我覺得是最難的就是 Questioning the question 質疑的問題 這個就好像愛因斯坦所說的話 在60分鐘的考慮裡面 他用了55分鐘去思考那個問題 What assumptions are in this question? Does this question show bias or limited issue? Any hidden agendas in this question? Does this question oversimplify a complex issue? Can we reframe this question for deeper exploration? 這個問題有什麼假設呢? 這個問題是不是顯示出一些偏見 或者有些限制了的問題呢? 這個問題有些背後有些什麼呢? 問題是不是過於簡化了一個複雜的問題呢? 我們可不可以重新定義這個問題 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呢? Socratic method 是有不同的應用的可以在 教育、法律、理念、輔導裡面 領導管理階層 醫療的保健分析 倫理、道德推理、學術研究和辯論 那究竟如何去實踐提問或者質疑呢? 第一個就是你要認識到提問是一種力量 是一個正面的 這個是基於好奇心 學習慾望和擴展意識的意願表現 提出問題 是對於增長理解和促進個人成長很有價值的 提問並不是弱者的表現 更加不是煽動賭亂或者反對派 有這些負面甚至敵對的想法 只會出現在扭曲的社會 怎樣去實踐移民呢? 也都是要首先去營造一個支持你的環境 讓自己自身是一個很安全 不會帶抨擊性的提問空間 你在周圍的人 盡量找到一些鼓勵提問 以及提供建議的導師或老師同伴等等 在充分的支持環境之中 逐漸建立起你提問的信心和技巧 也可以從一個小的步驟開始 在一個沒什麼壓力的環境中 對你感到有舒服有信心的人去提問 或者在一些不是正式的對話 小組討論或者是網上論壇之中 鍛鍊一下自己的提問的技巧 逐漸才去到一些更加莊重 更加大型的場合去公開提問 也都需要提前去準備花時間去考慮一下 記下你的疑問 這種準備將會增強你的信心 並且確保你能夠提出一些比較深思熟慮 而且是相關倒題的問題 對自己缺乏信心的話 你更加應該做好準備功夫了 鍛鍊也有這樣的經驗 Statistic 是我最差的一科 所以我唯有事先做好準備 才去找個先生問 因為我怕我問完教授之後 他告訴我答案 我都聽不明白 也正式消化不了 所以每次約會之前 我其實是花了幾個小時 去準備問題 去尋找一些可能的答案 盡量看很多書 到我看到教授的時候 我就問他 這些答案裡面是不是這個對 有一次他就不抵得問我 他說為什麼你來問我呢 其實你也有答案的 你好像也知道為什麼你還要來問我呢 我就將以上的番話解釋給他聽 因為這一科是我很沒信心 是我很弱的 所以如果我沒有準備了答案 我根本不會知道他怎麼回答我 他就笑了一大論 怎樣去實踐提問和質疑呢 是應該抱著一個成長的心態 你相信智力和能力是可以通過努力學習 可以發展到的 了解到每一個人都有他們要探索的知識領域 明白到提問是學習過程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也是個人的進步途徑 最後第六個是要很積極地去聽 是完全投入積極的傾聽 可以幫助你更加理解材料 所以能夠提出一些更有見地的問題 Coach也是在這項技術裡面花了很多時間去努力的 近兩年的疫情Coach都沒有停止 在U of Toronto 網上去讀一些科的 我們大概是三小時的課堂用zoom去上 那個checkbox那裡是從來不會停的 因為每一個同學都不停在這裡寫 老師一直說其實我們在這裡寫什麼呢 就在這裡問他的問題 或者回答他的路士的問題 或者是互相之間的討論 比如剛才講一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就說是不是這樣啊 或者這個我知道 或者這個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或者我試過這個例子 老師也不停在這裡提問 以下有幾樣選項 誰是對的 或者你們是否明白這件事 有沒有人試過這些 一直在這裡 他在這裡問 我們就全部在旁邊打 其實很有趣的 好像大家的腦子打開了給別人看 你看到其他幾十人的腦子在做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很專心的聆聽 也是即時的反應 其實上課是很專注很精彩的 什麼這麼精彩呢 其實有一句Ralph Waddle Emerson所說的 他說這是美國的作家 The mind once stretched by new idea never returns to its original dimensions 他是說如果你的心靈 一旦被新的概念去擴展了 你就不會回去原本很狹小的範疇了 換句話說當我們遇到挑戰 現有的信念或者擴展了我們的理解 得到一些新的觀念的時候 你就擴闊了你的視野 改變了你的思考方式 你的心靈就會更加開放 接受到新的可能性 而是沒辦法再回復到以前有限 或者很狹藝的思維 這句話強調了新的觀念的力量 和知識增長的重要性 亦暗示了通過擁抱新的概念 不斷尋求知識 我們可以擴展個人的思維 持續個人發展 提問是一種探究的形式 Inquiry 探究可以通過很多的方法 研究分析觀察 來獲取信息 和得著 全部這些都是因為好奇心 或者希望去解決問題 去回答自己一些問題 這樣的願望去驅動 質疑思維 質疑思維 其實除了是一個求學技能 Study Skill之外 我認為也是一個求生技能 Life Skill 為甚麼 因為缺乏一個質疑的思維 就相等於自動請英 成為韭菜 不知道大家贊不贊成這個看法呢?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 請你幫手立刻點贊 訂閱 發表評論 幫助維持這個頻道的持續發展 多謝你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